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做装修的大崔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窗帘盒 窗帘盒究竟怎么做 做多好的一个规格 整体效果是怎么样的 需要花多少钱 今天这条视频给大家讲完 正常情况下 大崔是比较建议大家做窗帘盒的 这些是我们出这条视频的主要目的 因为窗帘盒确实能够提升我们的整体的一个效果 第一方面从实用项目上 窗帘盒能够隐藏我们窗帘的轨道 尤其是我们不用罗马杆的一个情况下 它能将轨道进行隐藏 如果说你外露那根轨道是很难看的 还有就是说 它能够增加我们窗帘的一个隐蔽性 就是说窗帘不透光 这样会更好 如果说我们比如说一些上夜班的朋友 回到白天在入住的情况下 用一些窗帘的话 你一定要买带这个窗帘盒的 因为它不会透光 上面的光不会透出来 这样白天睡觉把窗帘给拉 屋子里面就会光线会比较暗 这是这一点 从整体的实用性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处的 还有的就是说 它能够让我们的顶面成为完整性 大家在之前的视频一定听过大崔的说过 就是我们卧室不做吊顶的情况下 我也建议你做两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你衣柜上方的平顶要做 这个平顶的好处我就不再过多的说了 第二个就是这个窗帘盒 窗帘盒的作用跟我们的平顶的效果是一样的 它能够让我们的石膏线或者说石膏板线 整体的围成一圈做出一个整体的一个效果 好了 这个它的具体的作用 我就说这么多 还有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装饰公司有些呢 为了头像漏像 它窗帘盒有时候会不给你爆 或者说它直接设计师就不问你 等到具体的施工的时候再问你 它就会增加一个夹象 费用上来讲 一般一个窗帘盒均价 在500块钱一个联工代料 具体的一个尺寸 窗帘盒靠墙预留200的一个宽度 高度呢 根据我们的这个石膏板线 一般呢是15 18 这样的一个高度 它就可以了 最后呢 还是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窗帘盒整体的效果呢 是比较好的 还是建议大家做 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最好呢 采用欧松板进行打底 而不是直接用立面的一个龙骨 然后加一个石膏板 就做成这个窗帘盒 这样的容易开裂 并且呢 我们整体啊 掉上顶之后的这个结构 它的稳定性也会差 用欧松板打底 是比较理想的 好了 我是大崔 关注装修每个细节 谢谢收看 谢谢大家